七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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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七公主 七公主 什么人 你 您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姑娘若无大碍 在下还有急事 请告辞了 公主 公主 七公主找到了 你看 那你们是谁啊 她是隋国公府的三公子 乐部中大夫杨赞 据说她不但精通各种乐器 还薄谷通筋 诗词歌赋 君士一绝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那我得去领驾 领驾 你们几个 把这首重新演练一遍 公主平日里一听乐曲 便睡觉 如今却这般痴迷 在于领驾 原来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啊 公主驾到 参见公主 免礼 我要写这个 公主若是想学 代下关排列完毕便 我此刻就要学 你 公主 公主 下关先向您讲解一下 这情绪 不许了 只听不练就如纸上谈兵 何年何月才能学会 我要你手把手教我 可是 公主 我 哪有什么可是啊 教便是教 不教便是不教 爽快俐落 你就说 你是教还是不教 公主要学 下关自然是会教的 那便开始吧 好 公主 这右手 我不是叫你手把手教我吗 手把手 公主 手指略为弯曲 像这样吗 手腕需下压 脚趾需上翘 脚趾往上翘 对 就是这样 然后要亲平气和 是不是这样 那只手 要这样 就这样 轻轻地放在上面 这样就对了 然后弹奏之前 心里要先想着曲子 你的左手和右手 之前 我总是不喜欢这些 叮叮当当的声音 如今自己弹奏起来 竟是如此美妙 你说 你我二人是不是相遇得太晚了呀 是 不是 不是 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你为何还未娶亲 下官家中排行第三 两位哥哥尚未娶亲 下官又何须着急呢 谁说哥哥未娶亲 爹地便不能娶亲的呀 何必拘泥于这些 压根儿不成文的规矩 公主教训得是 我不是在教训你 我是在教你 对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 长安城内的名门闺秀 我都认识 不如我介绍一个给你 你有何要求 下官先谢过公主了 不认识的 其实并无特殊要求 和演员便好 若是温柔体贴 贤良输得 那便更好了 我说介绍 你还真介绍 我 公主 我 不过 要说起温柔贤惠 不是本公主自诩 本公主若说第二 便无人敢说自己第一 是吧 宝莲 是 是 公主是全天下 最温柔贤惠的女子了 你看啊 我们既能异己抚情 又如此聊得来 这便是和演员了 多复和呀 公主 这玩笑可开不得 下官不敢与公主和演员 你只需要说 是和还是不和便是 有什么不敢的 下官 我们府中还有事 得赶紧回去了 公主你就送到这儿吧 下官先告退了 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这天下的男人 有谁会不喜欢公主的 他定是受宠若惊 慌不择路呢 公主 你看他与公主女在一起时 又启张又害羞 这不是喜欢 是什么 你倒是懂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你别看我刚才不紧张 其实我的手心都出汗了呢 他这一则 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那公主跟他回随国公府 不就不空了吗 你说得对 如此俊美又有才华的男子 碧堂女人喜欢 我可不能让他们抢了身机 安璐公公 臣有事要求见天王 天王有旨 任何人不得打扰 任命关天 房楼继续通报一声 杨赞有钥匙要求见 说了不行 天王 杨赞有钥匙求见 天王 天王 钟大夫 难道你想抗旨不吵 安璐公公 何事啊 这么吵 参见顺杨公主 参见顺杨公主 天王有旨 任何人不得打扰 参见公主 免礼办 你想见天王哥哥 真有要事求见天王 让他进去 就连本公主的话也不行 公主也不例外 你 公主 使不得 使不得 你少废话 让他进去 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 公主的好意在下心灵呢 还帮公主 妾蒙伤了自己 杨公子 你放心 今日我一定让你 见到天王哥哥 让他进去 这 要是本公主有什么闪失 看你如何跟天王交代 公主 身体要紧 先把刀放下 小人也是奉旨行事 职责所在 少废话 到底让解还是不让解 不要让那小人 公主 参见顺阳公主 天王有请 你给我等着 哈哈哈 我们下期再见